灯塔水母是一种小型的水母属于追水母木 以下是有关灯塔水母的一些基本资讯 外观特征 灯塔水母的体型相对较小 通常直径只有几厘米到数十毫米 它们的身体呈现透明或半透明状 并且拥有许多触手 其特征之一是触手上有发光器官 这种发光器官使其看起来像灯塔一样 生活环境 灯塔水母主要生活在温暖的海域 例如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海洋 它们通常在海洋中的中层水域活动 但有时也会靠近水面或深海 食物 灯塔水母是肉食性生物 以浮游生物和小型无脊椎动物为食 例如小型甲鞘类 浮游植物和其他微小生物 繁殖 灯塔水母的繁殖方式包括性繁殖和无性繁殖 性繁殖时 水母会释放出生殖细胞 形成受精卵 然后孵化成水母幼体 而无性繁殖时 水母会进行分裂 形成新的个体 生态角色 灯塔水母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们是海洋食物链的一部分 同时也是其他海洋生物的食物来源 此外 它们的发光器官可能有助于警戒或吸引猎物 尽管灯塔水母在海洋中是相对普遍的生物 但对其生物学和生态学的了解仍然有限 随着对海洋环境的进一步研究和保护 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保护这些特殊的生物 感谢观看